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您好 各位朋友 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比赛呢 是2025亚足连优势期 亚洲杯的预选赛 这是C组的小组赛 这球送的这个第二空档 非常不错 相当漂亮 这是一个跨区域的传球 比赛进行到第五分钟 中国队取得了领先 这个时候呢 中国队在中路 在左侧有两名队员突然在前插 这是一个跨区域的传球 直接刺破了对方的两条线 杨贤东呢 这球停得也非常好 正好是下一个动作 自己连接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另外一方面 通过中场的传导 是为了给最后的这一下长传 去做一个普点 停下来再打门 三号队员呢 是非常勇敢地堵着枪眼 球一落地以后啊 张成瑞这边不太好控制 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关键区域敢于突破 转身大稳 这球呢直蹿进脚 再来看一下 杨贤东呢 有一个节奏上面的变化 先 我们注意一下啊 先倚住 然后转身拉开空间 打了守门员一个移动方向的反角度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主宝之后大门 这球啊稍微偏了一点点啊 非常可惜啊 这球非常可惜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 真就差了一点点 换人调整的进攻的意图 非常明确 就是要尽快更多的得球 拿分 看看这一次 突然之间的一次前差 首先这球并不越位 二分之一球出来之后 这球呢 打身后打得非常漂亮 张胜瑞传的这一角 打到身后去 这球给的不错 调门 非常漂亮的在中路的配合 这时候打的一个变化 中锋的回接 伴随着中场的中路前差 完成的过顶 好 漂亮 右边路的传冲球 后点的强点 杨贤东呢 刚才也是在这一点埋伏 这球布宁雅明呢 很聪明 没有跟着队友呢 往前去前差 而是选择了一个顿挫之后呢 往中间拦 这就形成了包涛的立体 简单的高效打身后 利用速度和体能的优势 门前 补射 还有没有机会 短时间之内连续进球 中部队进一步的扩大比分 中部队目前呢 在下半时到现在为止 是进了四个球 杨贤东呢 凭借着这个进球 也是上演了冒的戏法 转到后点 向我门前去叨 这球啊 可惜打得比较正了 今天呢 之所以提的这个位置 也是因为进攻上的考虑 因为实际上马尔代夫很难 在这一点呢 制造太多的机会 更多得让我们进攻 停下来以后 倚靠防守队员果断打门 对球的二点的控制做得不错 给的不错 控制一下直接打门 卫生现在登场之后呢 短时间之内 这是他的第二个进球 现在中国队的 传接球的重点的区域啊 这都是要给自己队员的行进的线路上来的这个孔大 门前的补射啊 进球有效 第九个进球 得手再来看一下 这球在身前的一弹地啊 守门员的这个上身很直 所以没有办法呢可以去压球 而且手伸呢也不太靠前 拳战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呢最终是9比0 战胜了马尔代夫 对手伸的这种